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大姨 前两天呢,我跟我先生啊,办了几句嘴 他那小脸子还吊吊着,鬼妻还是我把他混好的 你说都老夫老妻了啊,还耍小孩子脾气 也就遇上我这老婆就完了,什么事呢不往心里去 我呢当时啊,爱着急,过不了一天,有时半天我就忘了为什么 所以呢,主动的跟人说话,骂事就没了 这一辈子就这么过过来的,哎呀,真是没办法 什么事呢啊,我不是买了一个这个颈椎按摩仪吗 特别好用,我先生曾经也闹过这个,就是肩胛骨这儿还是不舒服 我拿着给他摁了摁,他说特别好 特别好呢,有时候他就,其实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是我自己预用的,只有我自己用 但是我给他摁了摁这儿,他说特别好的哈 他没事,自己拿来也摁摁 摁就摁吧,我这人哈,嗯,也有缺点 什么缺点呢,也有点小洁癖 你说你摁上边就摁了哈,这都无所谓 好,那天啊,弄两个大脚丫子 哗唧就踩在这上边了 就这样踩上了 我要自己踩哈,那是我自己的事 哎呀,我说你别踩,我马上就找了一块 找了那么一块布哈,我就给他这样铺上了 铺上以后,我说你铺着这个布,你再给我那个,哇,你再踩这个 这你想这个,他这么一那个,一开开,这一开开,脚再搁着搁着,然后一蹭一蹭这布啊,就总掉 他一掉呢哈,他就踢开,他就还弄,我说不行,你还得弄上,弄上,他说我不弄了,我不弄了 你做个这个按摩好嘛,这个复杂劲的,他总得给我垫坏布 哎呦,你妈 我说那个,你按哪都行,你别那个按脚丫子,你按脚丫子,你就得给我铺上这个布 嗯,我这个,这个是我自己弄,你不嫌我脏了,我还嫌你脏了,脚丫子,是吧 他是汗脚 这么一说呢,他就,小脸子就挂上了,就不高兴了 可能像我嫌,他是说他那脚丫子,不干净了哈 也其实不是不干净,我就嫌他是个汗脚 后来弄的都是味儿,你是多个样人的,是吧 后来他就说,你行行行行,我回来自己买一个吧 我也不弄你的,你就给我买一个那个和那个谁,老姨父那个一样的 老姨父就是我妹夫,他指着孩子说的 我妹夫那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就是摁腰的,就是坐在椅子上,搁在椅子上,正好弄腰的那个 他那回那个就是去,去我妹妹那儿哈,看见那个,他说挺好的 你就给我买个那个,他说那个大,那个适合我们男的弄 我说那个,我给你看看吧,我看看有没有同款吧 哎,还真有,昨天呢,我那快递就拿上来 昨天取了两个快递,一会儿给大家猜看看啊 包装还挺好的啊 哇,他真的这个有那么大,看我看这个大家伙这么大,这还真是适合男的弄,是吧 要比较一下啊 看看这个,这个是颈椎的,这是腰部按摩,这是颈椎按摩 一看,这是小妹妹,这是大哥哥,是吧 差那么多,差一倍了,差不多一半了,这意思啊 一会儿我试试,怎么样啊 这个可以搁在那个椅子后边,就搁在椅子后边 正好就是坐那儿,看见试,就给按摩了 确实在选这个的时候,也精心的选了 这个正好腰靠在这儿,这个位置也挺好的啊 也是,其实这也能按那个什么,也能按脚什么的 这个主要是按腰的 这个跟颈椎按摩仪的那个形式是一样的 开关,打开,里边也是小手啊 放在这儿,坐在这儿试试啊 这角度正好,看看啊 确实这个,这什么,这是按腰的啊 确实它这个鼻孔,那个小的啊,面积要大 而且坐着这个角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看着手机,回复网友就能按腰了,挺好的 行了,这回我先生回来以后就乐了 给他买一个,让他大脚丫子去踩吧 我也不管了,就 关了吧 刚才说取了两个快递 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先生的啊 看看我自己这个快递啊 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 拆完香洗洗手啊 这是一个什么呢,给自己呢 这是一个美颜摄频仪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啊,都分享 这个,就这个美颜摄频仪啊 说是,哎,能那个紧致这个皮肤 还能去掉那个,就是细碎的那个小皱纹 还能那个,护理这脖镜哈 我一看,其实我的哈,也不怎么太注重这个,自己的这个形象 不过好多网友也说 那以你那个天天做视频 你还就得保养一下自己 我刚才看看哈 这还送了一个那个,面部紧致,心护凝胶 可能就是抹上以后,这样倒入哈 这还有一个截面的水 还有一个这个的支架 我就不打开了啊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呢,试几天,肉肉啊 感觉要好再给大家分享 行了,两口子一人一劲儿 谁也别说谁啊 其实两口子啊 你说在一起,闹个小别扭啊什么的啊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 哪有这一辈子两口子不吵架 不矫情的哈 没有那样的 你真是那样的 那两口子天天的 两个人都捧着劲儿的哈 太少了 咱这个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 可能就因为一点点的小事 哎,跟你就杠上了 然后一会儿呢,又过去了 都这样 不知道您家里是不是这样 这回来我先生一种上 肯定又乐了,是吧 但是我心里也挺高兴的 自个儿 有一款这个哈 不知道怎么样 先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啊 喜欢恩娜姨的给恩娜姨 长按点赞,来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再见